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无论是大厦拍门 镇屋或独立屋 教里面都一样会住着不同种类的摄子动物 当然 越接近自然环境的家 就有机会出现更多摄子动物 摄子动物 Arthropods 是一门动物分类 包括昆虫、蜘蛛、蜘蛛、蜘蛛 以及蟹、龙虾和蝦这些夹壳类动物 蜘蛛和蜘蛛并不是昆虫 不过和昆虫一样属于摄子动物类 揭除不打不撞飞进屋的蜘蛛不计 家里面最常见 而且长期居住的 就有幽灵之猪、跳猪、家居蜘蛛 衣鱼、若远虫和蚁甲子虫 这些都是Gill Winston 在自己拍文单位里收集的 牠们是最普遍 差不多所有家里 都可以找到的摄子动物 Seller Spider,幽灵蜘蛛 是一个统称 包含了1820个蜘蛛物种 这类蜘蛛都是体型小小 但又有长的脚 大家亦可能听过 有人误称它们为Daddy Long Legs 一个家里面 不难找到幽灵蜘蛛的足跡 趁夏天即即繁殖旗 有灵蜘蛛会用蜘蛛丝 包住蛋 形成卵狼 一个卵狼里面 可以装着数十只蜘蛛蛋 这个蜘蛛网上 就可以见到有两三个卵狼 有不少蜘蛛已经枯发而出 这些蜘蛛蜘蛛 最患的关系 是被吃的 或是一个大的蜘蛛 虽然大部分人见到蜘蛛和蜘蛛 都会无骨悚然 但在中国古代 蜘蛛是吉祥物 家里面见到蜘蛛 是有喜事发生的预兆 对于昆虫学家来说 幽灵蜘蛛和家居蜘蛛 都是亿虫 能够有效地剋制其他昆虫数量 还会捕食开虫 例如是蜘蛛 乌鹰和藏室 自主和蜘蛛的毒液 令它们可以捕食到 体型大几倍的蜘蛛 自主更会将酵素 注入蜘蛛体内 吸着液化了的食物 最后只留下蜘蛛的外壳 家里面的蜘蛛和蜘蛛 有时亦会互相捕食 这两种顶级捕猎者 捕食完之后便会躲起来 就好像自动吸尘机一样 清洁完之后便会走到一边 大部分时间都无阻我们的生活 House centipede 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生物 我认为很多人不喜欢牠 但牠是我们家的最高的蜘蛛 牠供给了所有的蜘蛛和蜘蛛 最好是牠很选择 所以很多人不得见牠 House centipede 又烟又称家居蜘蛛 通常大家见到牠们都是在厨房升盘 牠们下去喝水之后爬不花上来 而被人发现 家居蜘蛛除非遇到袭击 不是就甚少主动攻击人类 如果家居附近有一些容易攻击人 或者影响房屋结构的动物 就最好将牠们清除了 尤其是社会性群体的昆虫 例如是黄蜂、白矮 或者在家里的矮斗等等 有人也会将医鱼、弱丸虫 和乙甲屎虫视为家居害虫 但其实牠们没有毒 而且一般都不会咬人或者传播疾病 虽然灭虫公司通常都有办法清除牠們 但要趕着牠们并非易事 以依如silverfish为例 牠们通常躲在隐蔽角落 晚上出来觅食 但一开灯 牠们就会立刻躲在牆脚或地毯底 不留心观察都几难见到牠們 How many times have you seen silverfish? It's probably less than 10 times They're not that common They don't mass reproduce They're a cleaning service I see them as a cleaning service They just nibble on, you know, debris Organic debris So if you want to minimize or decrease the number of insects at home Yeah, you should keep it clean But it doesn't mean that they'll leave I mean, there's always going to be a subset of insects and arachnids living in the house 即使经常清潔和吸塵 都未必可以完全清除得了所有摺脂動物 趕进都未必能杀绝 不过,大家可以多加留意自己家居的生态系统 看看有没有失衡现债 你自己,the adult boss,the pollinators 好, yeah, yeah 流浪新时代电视网页 或者YouTube频道 可以重温本集内容 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 下星期再见